今天就是想和大家分享 上年期第二十五主日丙年的读经 有一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 这个小故事在我一些晚讨当中都分享过 如果大家听过都不妨重温一下 和我们今天这段的福音其实是很好的关系 这个小故事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市镇 有一家的狗商店 那几天就放了个牌出来说有小狗出售 有两天的时间 但是有一个小朋友大约八岁 就在这个狗商店走来走去的门口 很想进去但是又好像不太胆 好了 被狗商店的老板发现了 于是就问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 你是不是想买狗仔 那小朋友就鼓起勇气 就进到这个商店里面 那老板看到没有什么客人 于是就想和这个小朋友聊聊天 于是就问他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迷谷 那这个老板说 我就是威廉 你是不是想买狗仔 你是不是想买狗仔 那小朋友点头说是 那跟着呢 这个威廉就进去里面 那跟着就抱了四只小狗出来 每只都很生猛 很活佩很漂亮的小狗来的 那但是 这个米糕好像不是很有兴趣的 好了 那那个威廉就问 米糕 这些小狗漂亮不漂亮啊 很漂亮啊 你有多少钱啊 米糕说 我只有二十元而已 哎呀 二十元买这些小狗 买不起的 这些小狗至少要二百元的 好了 那这个米糕就好像很素兴那样 就预备走了 那威廉就说 哎呀米糕 不要走着 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些小狗 那米糕说 你还有没有另外一些啊 那威廉就觉得 这些小狗不够好吗 那跟着米糕说 不是 但是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那威廉就讲笑地说 你是不是要一些不好的那些啊 我很多啊 于是进去房里面 就抱了一只 有残障的小狗出来 那看一只小狗呢 又不活潑 又不生马 那只脚呢 有一点小狗呢 有点小狗的 那么 他就问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它啊 那威廉说 当然可以啦 那米糕就特别是摸了这只小狗 那只脖了一只脖 那只脖了一只脖 那威廉知道米糕有它的故事的 于是就说 米糕 我们坐下来聊一下好不好 那米糕就坐下 那威廉就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只有残障的小狗呢 那米糕呢 就慢慢 捏起那条腹脚 就让威廉看 他的脚 原来他的脚都有残障的 很瘦 有些扭曲 那威廉看到这里 他明白了 那威廉很感动啊 都眼上有这个雷光 那就和这个米糕说 米糕 我很开心 我很恭喜你 你有这种的同情心 那威廉呢 就再问这个米糕 你将来你会怎么样来到去处理它 那米糕说 我至少呢 我的脚都不好的 在学校那些同学不喜欢我 没有人肯和我做朋友 所以我想找个朋友 我想是找一只小狗 和我差不多的处境的 它有大家都同病相连 我们可以互相安慰 互相来到去 去帮助扶持 互相鼓励 所以我会好好来到 带着这只小狗 而且我很想呢 是可以令到小狗 都能够感染到 人家对他的爱 人家对他的温情 各位主来的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的福音就讲到 这个在小事上忠信 大事上忠信 讲到管家 这个管家其实呢 有少少叫做取巧 但是在天国的路上呢 其实我们真是 无论你是管小事管大事 其实最紧要是管好那件事 怎样为之管好那件事呢 就是做一样东西都还有一份爱心 是为了爱天主而做那件事 为了去爱身边的人去满全这个职责量 所以爱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 这个先知 欧塞纳讲了一句非常之好的说话 先知成千多 就是二千多年前讲的说话呢 现在都非常之受用 他就是说 人应该怎么做好呢 人要履行正义 要爱好慈善 和虚心和上主交往 这个就是一个管家的本色 无论大小事 总之是由你管的 由你处理的 你就充满爱心去做 去履行正义 要爱好慈善 和虚心和上主交往